最後兩頁 MC和Long Quack是復活節之前的最後兩頁 但是下星期二是有課的 它寫9至10 不用大家早起的話 你們又有X3 所以最好我拿了你們11點半到12點半的時間 這樣就測大家第10至16貨 那只是MC來的 接下來我會在群組內 寫學校用的那張MC紙給大家 大家都說要填掉它 因為方便之後再寫入寫入檔案 那即日才會上載那個 MC的題目給你們 在手機上看或者自己寫出來 那就方便大家 我之後也會寫給大家 所以不用擔心 今天大致是這樣 那要測的 如果你想想整個假期 其實 我們從GDP的課開始 其實到現在都沒有測過任何的檔案 零測驗 所以沒有辦法也要刷一刷 拿一下平時分 之後回來等個假期完 之後慢慢拿回 然後再做一些測驗 那我都要出一出 因為停了課之後 就沒有其他老師出卷了 所以都要我自己出一出 那你給我一點時間 每天給你們 你可以做實體版 好像現在這樣拍 但有時間限制可以做 即是叫你拿那份出來 才做那份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已經做到 到時再算 那我們看下去了 開始說了 那你見到這些圖 它就會動兩條線 即是三線齊發圖 那你會見到AD SRAS LAS 都齊了 那它已經說明給你聽 E點 這個就是最初的Equilibrium 所以都不是很難 那這個一開始 其實就是YF 即是這裡是那個YF 那個位 那我想你要先知道 應該都不是很難 那再下去 它就問你 問你在norm1的情況下 那它說得在norm1的情況下 其實就是暗示著 後半句呢 其實有那個Market Price Mechanism 那就是會動了SRAS 那所以我們先看一看 那首先其實 根據這條題目這樣看完之後 你很肯定有兩個 其實已經做完了 因為它說呢 在norm1的情況下怎樣 而它又會動了 上面有那個Price Adjustment 那所以你很明顯其實知道的話 你要有那個Price Adjustment的時候 你只會有一個情況 才會是這樣動的 就是在norm1的情況下 我們無論如何都會動SRAS 上次我教過你幾個圖 你看動來動去都會動SRAS 那就不導致會有23 後面的原因會動AD 那基本上23 其實是肯定錯的 因為你不用看後半句的 或者你不用看前半句的 前半句無論怎麼動都好 我們後半句一定是動SRAS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就一定錯的了 所以23錯其實你已經說到答案是B 但是我們都會研究一下為什麼答案是B 那當你AD升了上來之後 你的actual output現在就會變了 是處於這個位置的actual output 行不行 那實際上你會看到現在 你的actual output是大過potential output 那所以很明顯知道現在是inflationary Gap inflationary Gap 就是你現在要屈多些人做事 做到你不夠人 所以shortage就會推高了input price 推高了input price的時候 就會令到SRAS跌反應 因為cost of production 那個cost of production會升的 所以就會由E移到F點 回到Restore to Equilibrium 就會回到這裡移到G點這裡 行不行 所以就先E後F 現在是G 那其實考試可以考得多些少的 它可以給你9個格 又是ABCDFG 然後問你哪個point 去哪個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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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考法相對上就好像比較難 但其實也不是很難的 那我們再看看 我們這裡先拆掉它 OK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又開始了 你看到4它就說 現在有個SRAS 就由1 2 到2 所以我們會向這邊 記住永遠在E點 這裡走 走過去之後我們就會看 AD1 和SRAS 2 我們不理論論1 AS 這裡是short1 所以我們就會找到一個 新的均衡點 就是這裡 我們就在這裡動個YE OK 那你會見到我們現在 這次是小過的 那個potential output level 那個actual 所以你會見到其實 這個case 你這樣看完之後 很明顯你會知道 現在我們就面對著一個什麼問題 Deflation 就是有人失業 失業 就是SERPA 那價錢就會跌 那SRAS 就會因為這樣 我們就會是 升回的 OK 因為價錢跌了 所以最後 E走到F點這裡 然後F 其實就回到E點 那裡 那就是會減價 然後就回到 所以你看到就是14 那都不是很難的 其實 你只要知道的話 就是大約知道 其實前面那幾個圖 的運作的話 或者你有從頭到尾聽一次 我講的故事 到底這個故事 是說什麼呢 那這一課就很簡單 其實 那我們解決完一條 那就再下去吧 第二條又是這樣的 你可以看到 一開始在E點那裡 那他問你 There is a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major trading partners 那就是你的朋友 的那個 recovery 那之前就有教過的 你朋友的經濟好 你朋友就會入口多些 對你來說就是出口會多些 那就是說 是這個 你朋友收入就多些 所以他就會入口多些 那其實對於你來說 就會出口多些 對不對 你記住的關係 真的 你朋友收入多些 那就是你就會出口多些 給他 對不對 OK 那我這裡看一看 有沒有退位先 沒有啊 這裡 那你朋友收入多些 然後呢 這裡 我就按一下 你朋友的 入口就會入多了 這裡 可以嗎 OK 你朋友的入口就會因為這樣 入多了 對於你來說 那就是出口多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其實就會是移動A、D的 對不對 那很明顯你知道 就 後面那部分 in short 1 就一定不會移動A、D的 那就是B、C你又可以刪除了它 那然後再下的話 A部分你又已經分析到是移動A、D的 那所以S、R、A、S、D 那是D 那所以很明顯你又分析到是A 那都不是很難的 那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了前半個月先 那這半個月 為什麼經常都出呢 你會看到他經常都考 所以這裏呢 就特意去調多 那你會見到他晤出來 那現在的MVD 那現在的MVD 就會是AD2 和S、R、A、S、1 的相交 就不關A、R、A、S 因為我們現在處於一個短期的情況 看看短期現點 現在先 在短期底下 你的MVD,就會跑到這裏 那你就會大個MVD 那所以不就是請過龍 那就是梳梯了 推高價 那跟著呢 所以我們就會由E 走到F SIS就会跌,F走到G这一点 这样走回来,那价格你会看到再推高一点 OK,其实就是这样 你自己可以抹在你的北纪,这里我又拆掉了 不特别滑,这里 OK,完成 接着开始下来,就会有一些很文字性的题目 我们看看 文字题目的话,你就会看到这样的 它就问你的Deflational Gap 它就问你是后面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Deflational Gap,你首先要知道的话,就是应该我们的Altral Up Level是低一点的 所以你会画到这个东西出来 你看到它说会扩大了这个差距 你想想,本身你就是处于在这个位置 看看旁边的图 即是你现在处于这里 已经这里有Deflational Gap 你看到它要扩大的话,要么你就ARAS 无端有机会向这边移 OK,移到这里 那你是不是扩大了,扩阔了 行不行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Case 一是SLRAS升 再不是的话,你的第二个Case可以怎样 再不是的话,你的第二个Case就是你的AD或者SRAS再跌得更强 即是AD跌得更强 或者SRAS,这里也跌了,再跌得更强 那你跌得更强的时候,你的新商加点,例如在这里 那你的Altral Output和Potential Output的相距就会越来越远 所以这个情况就会这样 这样才叫做Y等,即是其实目标呢,我要将我的Y 按低一点,再推低它 又或者是令到YF 即是Full Employment的位置升 那我们先看看下去了 那你见到本地的货币贬值 那通常都是这样,又是这样背 货币贬值的话 即是你的那些货,相对上用人家的银子比便宜一点 那所以就很多人买你的货 那所以你就会出口很多货出去的 那反过来你就入口少了货 那所以X升,M跌,NX就会因为这样升 那AD升,Y升,那Y升,那Y升就没有那个target 如果Y升的话 就本身你的差距可能是这里的 Y升即是向这边 那你本身的差距是这么多 你现在Y还升了 那差距是不是理论上应该少,以前可能只剩下这样 那就是没办法Widen,那这个叫Narrow OK 那所以这里就是 这个位置就错了的 行不行 然后先插回它 搞定了 那然后再下来,它就说by这个 when the market adjustment 就是long one去 short one去到long one 那然后就说会有一个 white word shift of AD curve 意思就是将那个market adjustment 其实就会透过AD来移动 那这个肯定基本上都不用想 这个答案如果是选择了的话 基本上就是你没读过这一课 OK 刚才都说了我们会用SRAS去adjust那个 mechanism 所以这里就一定错的 行不行 就不会是AD的 所以一定错 那去到D就说 deflation rate gap exceed 就是AD Fall short off的意思就是 AD现在低过SRAS的那条线 OK 那 这个就肯定错了,因为根据定义是output对output 那应该是这个 所以这个就错了 那你记住Fall short off就是小余 OK 对不对 所以最后你会看到的 现在就是deflation rate gap 那就是请不到 就是不用请那么多人 那就是简单来说 在labor market那里 其实现在有个surplus in这个labor market 或者in input market 没所谓的 那你会看到由于这样的时候 价格就会推低 所以你会看到是有downward pressure on the price of input 那例如这里如果我转了个字是output的话 那output的话就 基本上就 我想一想 output的话就 output的话这里也对 output的话就是你撑出 的时候 但是你看到因为现在就是问你input 当然output这里也对 因为你SRAS升 SRAS升的话 你的p就会跌 OK 在output market那里你照样的p也会跌 OK 那这里就会阴这些小小的东西 OK 那你见到再下的下面那条你就是都是问一些这样的东西 OK deflation rate gap出现 接着就问你代表些什么 那先看一看deflation rate gap的定义先 基本上你知道deflation rate gap的定义就是actual output 小一点嘛 所以actual outputbelowfull and point 1不一定是对 再下去就是减之或者加T就可以取消到gap 也要取消的gap我们就要推高y 所以我们在第2条这个目的就是要找怎样推高y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 做一次做的流程 如果g减少就是ad跌的 如果加税率的话 其实就是会令到disposable income跌 c跌 那所以无论两样东西怎么做的话 你都会看到它是令到ad跌 y会跌 这一边这个跌得再厉害 那不是再细 那所以就会widen了gap 就不是elimin 行不行 OK 所以就会是这样子 第四这个 view output 就是小一点 小的nomina output 我知道呢 如果照正常呢 你这样看的话 你就会知道 Y vs vs p v nomina 就是p 那跟着 Y这个就是outper level 最后的话 那不一定是小 因为这个乘多了p 但是无人告诉你 p一定是正数 亦都无人告诉你 的话 是 例如Y这条 division gap 如果有一个 他不知道有些什么的adjustment 可能Y会计算 可能Y又会因为market adjustment 升 所以这里就不太知道 OK 特别是说nominal income 和real income 他们两个之间的差 我们就不会说 是deflation rate gap 应该特别会说 就是price level expected inflation rate 那一样 那所以这里就考虑一些 15货16货的东西 大家要记一记 那简单来说 你问到ADS 这些题目 他问你real income 或者nominal income 两个如何比较 其实都十之八九有错 行不行 最后的几条MC 那么 Inflation Inflation rate gap 又意味着什么呢 都是out 都是out 那就不关 Inflation 亦都不会 All of above 然后再下 又是income 那这个就是real output 和nominal output 两个事 那又是 不关系 那么gap 亦都不一定是 因为inflation Inflation的时候 不会突然有gap movement along 只会现在是有些因素 令到你那个 output level有所转变 OK 大个或者小个 full employment level 所以你才能看到 其实这个就 就不关 Inflation 事 行不行 OK 最下 那这个就是 跟随的定义 Inflation rate gap 就是yf 其实就是 跟ye的一个gap 那你会见到 full employment output level 这个就是小一点 刚刚应该是因为ye会大一点 因为过来这一边 ye就会大一点 所以答案就应该是c Inflation rate gap 那你背一背的流程 Inflation rate gap 那你背的流程 应该就会是 额外要请很多人做事 所以input price 就会因为这样上升 那就是cost or production也涨 所以跟着sras 就会因为这样下跌了 OK 跟着price level 就会因为这样上升 那跟着output level 也会因为这样下跌 until去到y2的水平 那我们逐个看一下 你看到的price level 其实应该升 所以错了 output这个其实就是 请人的 devive demand 请人的话 那你见到现在output也跌了 那就是不请那么多人 不请那么多人 失业率应该会上升 行不行 那再下c这个话 Y跌 那跟他的题目 这个写法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应该是答案 那接着他就说input price跌 那input price很明显是 升 OK 因为我们说 Inflation rate gap 其实就是说 是shortage的情况 通常都是这样考虑 因为很多时候 人们就inflation rate gap 打算是多一点 然后就放在surpass 那里 这样错了 但是这个一错很金 5、6分 OK 你自己看着 那最后 这条MC 会不会是 然后再下跌的话 就 嗯 没什么特别 OK 然后你会见到 diflation rate gap 太多人了 太多人的话 那就会把input price 按下 那么这个budget service 这个后面会再教 但是budget service的意思就是 T升和G跌 18%会再下跌 当你知道G跌的时候 其实前面都教了你一次 你看 G跌T升 OK 那就是这里 G跌T升 其实就是这个 行不行 所以你可以crop下去 基本上这个crop下去的时候 你就会见到 其实就不能增加 budget service 令到它清了 gap 行不行 OK 那只会是c 这个是肯定的答案 最后三条的long quat 先看看三条long quat 有什么 我可以先隔着 如果想要三线齐法呢 其实你首先要知道 它有没有gap 所以题目呢 前面会加多一句 就说 现在的情况 econ 处于什么的情况 那inflation rate gap 那没办法 它要写的话 就会现在处于一个 是undergrowth 或者underland 那个 full employment level 或者underland 它那个 inflation rate gap 那个情况 那就是要你再指出 但是这里呢 它就简化了 它就说明 给你听 现在是full employment level 所以就是三线齐法 交叉中间 互相overlap 那他就会说 income of export trans trading的 那个partners 就 他的收入少了 那就是你这个 朋友收入少了 那么你的朋友 就会入口少一点 你的朋友入口少一点 其实就是暗示着你 会出口少了给人 对吧 那你见到呢 他就说 marking adjustment mechanism 那其实这里你都很清楚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分了前半句和后半句 前半句的话你会知道 export of goods 这个就是 因为这个是说入货 或者是说现在出货 那出货 export of goods 少了 net export也少了 AD跌啦 P 跌啦 Y跌啦 那这些上面这一堆都很近的 即是最原本的 那我可以在这里 简单 就 不标任何机 画给你看 那就是跌到这里 然后这里我们就隔着这两个位 行不行 那你会见到现在的actual output 这里其实是小一点的 小过原本的potential output level 那所以你见证到的时候 现在就是有一个deflation overgap 行不行 那这里我们也要写回 actual output 其实就会是小过那个 potential output 那所以跟着就会有一个service的情况 那我不用请那么多人 然后input price 而你有service的话 他就慢慢按下srns就升了 OK price level就跌了 然后output level就升了 那所以这里 跟着后面再下就会有一条线 红色线 那我们会隔在三线overlap这个位 那你因为你不会是在这里 或者你在这里的嘛 一定要去到刚刚好 刚刚好 停 那停到这里呢 你才不会蚀钱的 行不行 所以停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又回到这里 那之后我们就会由这个位 e点 先看看 OK 写不到 那你会在这里 没有啊 写不到 没办法 OK 你会在这里的e点 这里看一看 那你会在这里的e点开波 那你会看到跌了呢 AD就跌到这里 然后呢 是会再便宜了的 行不行 但是output level 我们现在就会屈回到最均衡的这个中间位 行不行 那下面再下来 一样的 那今次我就会变成 是会移动SRS的 那就是入口原材料便宜一点 原材料便宜一点 你会看到它写会比较容易一点 那就是移动SRS升 啦 price level output level 升啦 OK 那滑花呢 就是会在这里 output level 升到这里 那SRS就会移动这个位 行不行 那你会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数呢 其实是大 price level 那所以呢 就会有inflationary gap 那接着呢 你就会看到 在inflationary gap的时候 就是我想请多些人 现在不够人啦 那所以呢 你会看到就是 sortage sortage又会推高的价 推高的价 跟着就 SRS又跌了 那所以就会是 本身这里的e点 跟着呢 就会走到去 f点这里 行不行 OK 那你会看到就会由 这个e点走到f点 那f点呢 反过来就走到e点 行不行 OK 那就搞定了 那最后这个呢 基本上就再简单一点 说明给你听 现在是什么情况 那接着就叫你用的图 就讲自由行啦 怎样令到我们回到这个 full employment level 那你小心他这个字 他这个字呢 就用回到full employment level 我有权在这里呢 是问你 alifia的情况 alifia就是 如何舒缓的情况 或者是如何 reduce 这个 output gap 这个可能性 就是把它减到最低 那你见到如果是 去到full employment的情况呢 我们一定要回到三线齐法 最终的那点 但如果不是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 可能 嗯 前一点 OK 就不用一定要回到最终的那点 总之要见到 output gap跌了 就可以了 那我这图画一画给你看 那你见到他一开始 好人 他就写了under reception 什么叫under reception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case呢 已经处于一个 Y在跌的情况 那我这个图呢 是为了让你们 不要那么繁复 所以一早标了 其实 最本来的时候呢 你应该呢 就可能画了呢 就会是这样的 就是一开始三线齐法 这个图 那你见到这个图呢 现在有reception 所以其实应该 我们就会是后補呢 在这里reception 那要是 就我们 reception的定义是什么 potential output level 是大一点的 大过我们现在 actual output level 所以你会见到 我们要是AD跌 要是SIS跌 令到他那个 actual output level 低一点 因为他也有 他这里没有特别 所以我们就可以 这样来 bump了这里 有个新的AD 然后动下来 OK 那就会有新的Y 行不行 那你会见到 摆在这里 所以不是有deflation 对不对 那要怎样消除 deflation 他说要完全消除 容易就来 因为有大陆自由行李的时候 就会推高我们的AD 推高P 推高out 所以呢 我们可以写的话 其实就是把这个 推回上去 等等 我们把点蓝点 用方法推回上去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要推回上去 其实就是要这样 动过来而已 OK 有点神神的 大家明白了 这样推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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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有弄到 OK 那我们看一看 总之有自由行的出现的话 其实自由行的出现就是 我们会多些 export of service export of service 多些的时候 就会export多 跟着 那个net export 都会因为这么多 那你顺着次序 这样下去 接着就说AD升 P升 output output 这个就要小心 你看清楚别人的题目 就叫你restore 去full employment level 所以我们就要升回到 三线齐发 但如果别人只问你 怎样去令到 提升 或者减少了 差距 你就不一定 这个答案相对上 就多些 你不一定要去到 是 不一定要去到三线齐发 最刀刀的位置才可以 你只动一点 令到output 收窄了 避免都可以 以上 这里教完 基本上 我这里先动 OK 就是这样 嗯 等等 基本上就办 大家可以做下 这个星期 就是这样 intentional 谢谢